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运营商及城市规划者 开始引入了快速公交的概念 低地板公交车 方便乘客上下运输 提高乘客的安全舒适度 没有高度平台 提高了乘客上下登车的一个安全 运输公司也得益于更短的运转周期 提高了运输的效率 因此汉德HDZ274低地板门市驱动桥应运而生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边的这一款 便是汉德HDZ274低地板门市驱动桥 与传统车桥不同的是 HDZ274采用了低落差的结构 这样的话能够极大的降低了整车的高度 并且采用了主减速器 轮边减速器的双击减速 有效地完成了减速增扭的任务 主减速器设计的轻变 这样的话使主减速器只承担了一个动力传递的作用 能够有效地提升整个车架的来回布置 为了能够更好的匹配车架产品 HDZ274采用了不一样的动力输入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90度 83度以及80度 应用在12米公交车 18米脚接公交车 以及五轨电车上 同时我们还可以适配汉德的独立悬挂 刚性前轴 以及11.5吨低地板轮式刚性支撑桥 汉德还可以提供一整套的悬架布置方案 接口尺寸可以满足现在市场上 所有的低地板公交车价需求 汉德可以为运输公司及使用乘客 提供以下几种服务 一 低噪音使提高整车的运行舒适度 二 换油周期长 使客户在整个运输过程中换油次数减少 提高经济性 三 龙骨轴承单元免维护 采用龙骨轴承单元以及止润滑 在整个车桥全生命周期过程中 不需要进行维护 现在汉德HDZ274已经与越来越多的公共交通制造商进行匹配 搭载汉德HDZ274驱动桥的低地板公交车产品 以销往世界各地 让我们一起共同携手 承起世界 承起未来